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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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大家好,我是Prestige 4月號封面人物侯佩辰 其實我有在研究一件事情叫MINDFULNESS 很多人叫它正面 那我覺得它是一種覺察 就是沒有任何批判的感受當下 就是現在這個時刻 然後不要想太多 就是感受一下你身體的感覺 因為我是一個想太多 然後很在乎旁邊人是我的人 但是當下的感覺也很重要 有的時候我們會忘記自己內心的想法 或者是太注重外在而忘記自己的理念 好多喔 前陣子有看一部戲叫做Scenes from a Marriage 很短才六集我覺得很值得追 因為它是一個很寫實的劇情故事 然後我覺得它的對白都會寫得讓你會去思考 就是會有共情的感覺 同時也會反過來想想自己的生命裡面發生的這些事情 然後還有Richard Jewel 他是一個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 我覺得也是很可以思考的一些題材 然後書的方面 我有想開始看一套書叫鑽石途徑 也是可以發現自己不同的層面 就是認識一下自己 我是覺得樂觀 我好像就是一個很天生樂觀的人 就會遇到很多很多事情打擊你的樂觀 但是我覺得如果樂觀不見了好像就不是我了 其實我很懷念當主持人的時候 因為做主持人很好可以跟好多人聊天 尤其是我的節目剛好都是可以談心 然後靜靜地坐下來聊事情 我很懷念那種過程 因為去分享很多的經驗 然後在聊天的過程中有很多的獲得 我的保養都很懶惰耶 我覺得我這幾年發現很好的一個保養就是泡澡 泡澡可以增加你的血液循環 可以讓你的氣色變好 然後也會變瘦 它可以立馬消水腫 也可以放鬆心靈 或者是一週裡面挑兩到三天可以清斷食跟戒糖 不想變胖就是可以一週兩到三天就好 那就會維持體重不會很瘦 但是至少不會增胖得太快 我好像認識我先生到現在都沒有說特別浪漫 因為我們的互動其實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很喜歡我們兩個人就是孩子睡了以後 我們會點宵夜這件事 就是比如說我們可能坐在房間的地上 其實那樣子我就覺得挺浪漫的 就享受自己的喜歡做的事 然後有看著對方 然後可能只是坐在地板上吃飯 我覺得挺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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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